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3月9日星期四 上午一天的節目 我是林鶴賢 早前影響我們的東北郭后風已經緩和了 昨天天氣比較多雲 但亦相當混亂 今天亦不例外 我們預計今日最高氣溫上到27度 一起看看外面的情況 今早尖沙咀天文在總部落到20度低溫 新界好的地區大約17至18度左右 而打鼓嶺雖然不涼一點 也有15度 今早早也比較潮濕 很多地區的傷害濕度升至90或以上 而在維港裏面 我們的能見度曾經跌到3000米以下 一起看看大範圍的衛星群土 香港在這裏 看到在廣東落陸地區的雲比較多 但在香港附近的雲比較鬆散 故此我們預計今日都是大指天程的天氣 至於未來那幾天的天氣會是怎樣呢? 一起看看最新的預報圖 記住 未來那一至兩天 香港附近的風力會是比較微弱 故此我們預計能見度有機會是比較低的 但到星期日晚 我們預計一度冷風將抵達廣東沿岸地區 看到香港附近這些綠色地區 即是比較清涼的天氣 在星期一有機會影響我們 看雲和雨預報 也看到在冷風來之前 雲量開始增多 但看到到冷風過後 星期一稍後和星期二 這些雲開始會清晰 到時我們會看到更多陽光 回到香港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這樣的 大致天程 但各部地區能見度較低 日間是相當溫暖的 最高氣溫上到27度 風會是翠眉風 至於展望方面 剛才說過 在未來那兩至三天 天氣會相當溫暖 但能見度會較低 至於星期一晚 北風增強 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 會是稍糧的 好了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星期四 再見